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拍一个书展的haul video 其实这条影片好像三年前 左右已经开始拍 一直都很好反应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在书展的时候买了什么 我这次入场的日子就是7月19日星期四 入场费也是$25 而且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入场优惠送给我 但是我是没用到的 其实今年书展我用的不算多钱 total用了差不多$700左右 首先我一入场第一个冲着去买的 就是这个SDI的乌图带芯 价钱是$288 total有$24 好像前年我买了一盒 然后我用到年半至两年 所以我上年书展就没买到 那其实很普通 就是这一款的淘汰带芯 我用开这一款淘汰带 好像中一的时候已经开始用这一款 那我买了两盒 那他就送了五个这些机芯给我的 那我就跟个朋友夹 那我就要了两个他要了三个 那他那个是第二款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别注版的白色 真的超级漂亮 是透明的这个位置 这些都好像是透明的 但是白色是漂亮一点 那之后可能将来会用 这一就不用这个普通的紫色的 那个的旗壳 然后呢 那我进场第二个买的东西 就是这个花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喜欢干花 其实我去年已经有光顾这家 买过干花 大家有兴趣想知道 可以看看上一段书展的影片 那这些就是五十元 有四支 那我就跟个朋友夹了 每人要两支 那就是二十五元两支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花 但是这个好像也是满天星 这个紫色它是很漂亮的 有大约三种紫色 混在一起 那我觉得二十五元两颗都可以 两颗 叫不叫破呢 这些都 就是这里只有这么少 我估计叫做两畜 然后呢 我买了的第三样东西 是这张Alice的贴纸 那就是在这个大众书局的房间买 那就是十七个半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找Alice这些小小的贴纸 用来贴在文具上 免得到时候不见了 也有个适应 这样 十七个半说便宜 便宜说贵不贵 因为都还可以接受 所以买了这个 然后下一样就是这支筆 如果大家有用过筆 这支科学毛筆的话 应该对这个外形是不陌生 这个就是他们公司新出的新系列 我买了一支金色去试一下 一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筆头 是比起筆触是幼超级之多 但我觉得它做得挺好 是它写出来 如果你大一点的话 是真的 筆头是可以粗的 同时你可以勾一些幼线 所以我觉得这支筆好像是18元 都买得过 可以去玩一下 然后到蜻蜓牌 如果大家一直有看过我的书展片 就会知道我很喜欢买这个双面胶纸机 就是蜻蜓牌出的 谁知道今年是没有再出过这款 然后换上的是 这个20周年的多拉A梦系列 我不是那么喜欢多拉A梦 但只有一款 所以就迫着买了 这两款多拉A梦系列是不同模式的 两个相机 连着这个芯 总共是40元 价钱都可以合理 不能选择之下 这个也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然后呢 我就买了这三支筆 它们类似是科学毛笔 三支都是不同颜色 一个偏纸 一个偏纸 一个偏橙 偏啡 对 分别是6879 837 和947 颗色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买 都可以去那里买 书局也有 这三支颜色 这一支颜色 是679 然后呢 这个是837 最后呢 就是这个 947 你们可以去买 这三支颜色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那试出来就是这样 颜色我觉得是OK 还有 写出来的字都是漂亮 而且容易控制的 那我最后在清平台买了的东西 就是这一块刷架 这块刷架好像只是6元 而且它很薄 拆下去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过薄身可以方便些 放在北盒那些地方 那之后就去到Unit 那如果大家有它书籽的话 都会发现Unit 它是有超级的执行 就是买完几个钱 有送些什么 那买完几个钱 可以抽象 我和我朋友夹了 好像买了百四元 两个人 已经可以抽七次账了 我觉得真的挺划算的 那首先第一个我买了 就是这个神灯的圆心笔 有比我去年买的圆心笔 已经是补销了 是蜻蜓牌的 所以今年就买那支新的 其实买它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很喜欢神灯 所以它有一些贵都买了 好像五十元还是四十五元左右 这个我听说是不会断心的圆心笔 我早几年也买过一支 但忘了是什么圆形笔 那再买过这个神灯 然后就跟了一盒笔芯 因为我家的笔芯 全部都不见了 虽然我猜应该是有的 但也照买了一盒 然后就是这个Aerial筆干 这个筆干是可以插四支芯 这个筆干是$21 然后我只是买了一支芯的原因 我没有记错 早几年是因为我以为自己那年 会不断疯狂用这支笔 所以在书战买了一盒黑色 还有很多其他颜色 谁知道是没有用到 就这样放在家 这支我买了$0.7 因为我想顺利一点 不想是$0.38 只有笔芯的头是尖 然后写出来的纸是不轻松的 所以就买了这支芯 这支芯好像是$7还是$9 然后也跟大家说了抽奖 抽奖的时候我们抽到什么呢 除了抽到这里 这四支HALO KITTY的筆之外 有两支红色 两支黑色的 这支UNI BALL是很好写的 但可能这个Crossover款 那时候没什么人买 所以就拿来做抽奖礼物 然后那份礼物里面 就有这个ADIDAS的圆筆 这支粉红色和红色是占变的 那它就是2B的圆筆 我猜没什么特别 那它外形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第一份礼物 然后第二份礼物就是这么大的 我好像也没有拆过它出来看 那我们现在看看是什么 好 我们倒下来先 哦 也是这个ADIDAS 我不知道 ADIDAS是否和它们UNI Crossover 所以就有这么多产品 这个是一本notebook 是ADIDAS的 那这个格子也有点像sketchbook 我想也应该没什么用 它是5mm方眼 是不是真的方格 那意思 然后呢 就还有这个粉红色的ADIDAS Folder 这个也起码有用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去到PILOT 那其实我在PILOT 呢 只是买了这5支笔 那这5支笔 那这5支笔是什么呢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去年那条片 都知道我有买过的 那这5支笔 其实是真的很好用 那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我去年就买了这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 就专用在 写在黑色底纸上 那如果大家都会用的时候呢 这2支是一个 写得很好 很出色的 那些颜色 那分别是 Bling Bling的银色 和Bling Bling的金色 这个系列呢 都是比较Bling 那这个系列呢 就是 比较鲜色 和粉色一点的 那我买了紫色 粉红色 和黄色的 那这3支呢 可以用在白色底纸 或者黑色底纸 都会是很出色的 那些颜色 都会是很出色的 那我记错买了100元呢 就送5粒印仔 还是 不知多少粒 那我就和朋友一起夾 那就 最后呢 我就 拿了这3个印仔 分别是这个 不知道什么图案 屎 还有 鱼的 那我觉得 都挺划算的 这些好像也有10元 8元一粒 那 送给我也 挺好 而且它的款式 是 没有撞到的 然后呢 就是 这一套 迪士尼耶 很开心 买了这个笔袋 因为 它这里有 这些鳥草籽 然后呢 这个 Alice的 款 其实这个画风 我超级喜欢 最喜欢 最喜欢这个笔袋 一看到就觉得 我要买了 就是因为它后面 这3粒的 生蚝BB 真的超级可爱 而且它的间隔也挺好用 而且实用 就是因为它这里有一格 然后呢 下面也是有一格的 两格是不会双叠的 那就可以放到更多东西 而且间隔会更好用一点 那这个笔袋呢 原本原来也要1400日圆的 但是我在书展那里买呢 那就 80元 差不多 便宜过1400日圆 那 我觉得真的不错 然后呢 还买了这个 Zootopia的 信封信子套 其实本来打算送给朋友的 那可能我抽就要一套给自己 然后就送这套给他 我没记错 也是20多元 很划算 所以买了给他 那买了100元 那又送了这个 这个 剪刀 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它这里是写Micro Scissors的 我再研究一下 它怎么用 其实我自己都一段多长的时间 没买过MT 但是就买了这个 金色的MT 用来做封口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很喜欢金色 所以也买了很多 金色的东西 那用来封口 又是bling bling的 我相信大家收到都会 觉得漂亮和开心 那好像15元左右 对 这卷 都值得的15元 用来做封口 然后在我那天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我就拿了一楼去兜一个圈 那我就在藝文青的booth 就玩了这个 就是入个5元银 然后就可以求签 那我就抽到39号签 那他那句quote 就写着我还有自己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坚持 那我也觉得很适合自己 所以我也觉得 这5元是值得的 然后呢 我给了这5元 抽完之后 他还送了一本 艺文青的 那就是陈柏妤 我收到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惊讶 那 虽然他这个已经是2017年3月的 艺文青 但是 我觉得也挺好的 而且他里面的内容也 就是不错的 那之后呢 其实本来我去艺文青的booth 是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想买这一本的最新一期的艺文青 就是港黄文益的 那 没想过买完之后呢 就还送多了一本给我 那送多了这一本呢 就是林逆康的 那total呢 我给了15元 就 算了这个 我给了20元 就拿了三本的艺文青酒 他们觉得那些stuff真的很热心 然后呢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 很遗憾地 我今年是没有买过任何书 因为我是没有看上一本 就是觉得自己会喜欢的书 那反而呢 我又买多了一本雜誌 那这本是Jessica的雜誌 那都是因为黄文益我才买的 这本雜誌就10元 那我是未看的 不过有它的专题访问 所以就买了 可能呢 大家走书展的时候 都发现很多店铺都做promotion 只要like他们facebook 就有东西送了 那我走过Zebra的时候呢 他们Sarasa这个系列 就送了这个的纪念品 那就是一个夹来的 平时呢 如果有用开他们Sarasa之笔呢 但是他们那个Clip位也是这样 我想可能夹一下头发吧 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like了就换了 分别有这个湖水绿色 还有这个黑色的 其实这次书展真的不算买得多东西 都只有这里这么多 那就是用了700元左右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条影片 这个书展开虽然不算多东西 不过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